回到這裡的時候是帶著回憶來的喔 十字天日給予我溫柔的人們 我帶著寶寶他們回憶的曲子來到這裡 所以為了痛苦不堪 變得一切都記不起來之時 能夠悉數記起 必須將這些傳達出去 為了傳達,繼續前進吧 布朗 給予我溫柔的人幫助過我的人都是布朗 我什麼都沒有做 肯定連守護這種事都無妨做到吧 布朗告訴了許多的事 自從與布朗相遇 基金我也一直看過的景色都變了 所以非常感謝,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 黑貓視角是光,白貓視角是暗 是啊,他們看到的就是 一個是看到人世間的黑暗的一面 一個是看到人世間的光明的一面 所以還說他們兩個顏色跟他們所看到的視角 都是強烈的對比啊 但是死了就沒有意義了吧 你啊,一直都擔心了其他人 都考慮一下自己的事吧 或另外一種想法是說 一個是夢想家,一個是現... 一個是夢想,一個是現實啊 克魯...諾瓦爾 代表的是人的夢想那一面 然後那個...誰... 那個...布朗代表的是人的現實那一面 你可是因為人類而死了 不真是被那家有殺死的嗎? 冷靜! 我無法原諒,絕對! 所以... 可是為什麼現在你會出現在這裡? 布朗的回憶 黑暗且悲傷 像布朗請住曲子裡的回憶是最後一步了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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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他再怎麼不喜歡人類 他對應的還是我們人類啊 欸? 皮埃爾怎麼會在這? 這是夢,沒錯是夢 皮埃爾? 諾瓦爾? 啊,認錯了 那個雖然不知道名字 你是那個時候的貓吧? 很高興見面的 我真的是諾瓦爾喔 欸? 你的名字真的叫諾瓦爾嗎? 你的主人和我的感覺很相似呢 喔! 這是... 皮埃爾做夢夢到這邊是不是? 呵呵 是在夢中他們兩個是可以對談的 這...不是...問題不是關鍵 果然這是一場夢吧 這根本來說 貓會說話已經很奇怪了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夢? 果然是因為我還沒向米歇爾道歉嗎? 心裡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所以才會做這樣的夢 納諾瓦爾 在那之後 家裡的千萬變... 漸漸變得奇怪起來 米歇爾變得很奇怪 然後... 皮埃爾 和貓商量這些 毫無意義可言的 也是忘了吧 皮埃爾的回憶 哈 裝備!皮埃爾回憶 希望白貓是人類他好帥 你做什麼? 這不是夢喔 一定是皮埃爾內心後悔的心情 把熟悉者的皮埃爾召喚到這裡 現在傳達給你的 是皮埃爾的回憶喔 我真是為了傳達才存在於此 這是沒有頭緒的夢 不過... 後悔的心情嗎? 納諾瓦爾 如果向米歇爾道歉的話 我們還能像以前那樣一起演奏嗎? 一定可以的 向前吧 你真是一隻不可思議的貓咪 謝謝你 也許不能順利的進行下去 但我也會做我自己 試著竭盡所 你們那麼期待是不是 接下來我們要裝備布朗的回憶 裝備回憶的話 身上就會自帶一個神奇的東西 傳達 叮叮叮叮叮叮 這是... oh shit 他招狂了 這一刻 我一直都在等這一刻 欸 幾年呢 一邊承受著痛苦 一邊思雨溫暖 現在這種情況我也是作為幼兒 接著紅色果實的樹後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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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找麻煩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壞掉了 他已經完全作為一個詛咒存在了 赴黑面 面出現啦 五聲 你也來了嗎 我也會幫助米歇爾的 謝謝你 很好啊 有誰能 然後救救我嗎 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下一句我都不會唱 你興奮 興奮個毛啊 這什麼好興奮啊 欸 等一下 看過 欸 鈴鐺的音色 據說在與詛咒的戰鬥中 鈴鐺才是唯一的王牌 現在米歇爾 達阿朗貝爾 是鈴鐺的持有者 文字突然出現又消失了 布朗 為什麼 那傢伙只是空殼 蛤 喔 這個巨大的詛咒 還不明白嗎 這是我的詛咒 我一直想 讓那個愚蠢自傲的人類 體會一下 所以拉隆他成為了詛咒 就連他 也被拉隆成為詛咒 我讓他品嘗到了 被自己雙腳半倒的痛 不可以 不能成為詛咒 你在說什麼 已經太晚了 我的詛咒不會消失 被他施加的痛苦 還有令人心痛的你們 這個洋館的所有 都包含在內 黑話一樣帥 所以如果 如果想阻止我 如果想幫助人類 就試著消滅我 兩者間不能共準嗎 布朗憎恨著人類呢 必須要與他戰鬥 必須阻止布朗 ρόりuz 索渚 搭煙 你搭煙 不要 兩者不能工程 對 爾諾瓦爾 系上小鈴鐺 把這個交給諾瓦爾 書裡是這樣寫的 謝謝 又使用這個的話就可以 來吧 決鬥 怎麼辦 有什麼線索 這房間沒有可以調查的嗎 啊 有 霍狼 霍狼94狂啊 怎麼打啊 該不會是 我們要先跟他 先使用鈴鐺 然後再想辦法跑到剛剛那個 那個那個月斧那邊吧 他的確是有個月斧在那邊啊 那如果我在他面前使用鈴鐺 他呢 克賴症而且彈 死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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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變成詛咒 這樣就能結束了 那傢伙還有這個世界 終於 詛咒 那 不啦 我最喜歡你了 愛著你 即使此生無法得到回報 也愛著你 所以呢 這一定是我一個人無法做到的事情 希望你的詛咒變成愛 願你被淨化 願變成詛咒的你的靈魂 因愛而得到昇華 這裏是 這裏是我 太好了 不然的詛咒被解開了 這像一個那個小妹妹抱著大哥哥一樣耶 這個 這個姿態是怎麼回事 諾爾是你讓我變成這個樣 這樣的嗎 是的喔 我一直想變成人類 想變成和米歇爾 克羅艾一樣的人類 但是我和布朗 和米歇爾和克羅艾 都是人類的話 不覺得那樣的話會很快樂嗎 這樣啊也不壞 哈哈 哈哈 那麼布朗 一起走吧 請問我們應該去的地方 嗯 這樣啊 人類只要手牽著手就可以走了 沒錯喔 人類的手是很厲害的 因為從前 我就經常被米歇爾用手抱住 好萌的身後擦 諾爾我忘記說一件事情 什麼事 謝謝你 我誤會他都說其實我是女的 哈哈哈哈 耶完成了 獻給內心盈滿悲傷的人們 包含著愛 來自兩隻貓咪的 康尉貓爾 結果我們還是沒有人完成其他人的 哈哈哈哈 好啦算了啦 就先這樣吧 米歇爾 欸我說瑪莉 要有丹奴家什麼時候有二樓啦 呃但是前面有樓梯喔 請冷靜一下少爺 可是 欸所以瑪莉沒怎樣嘛 哈啦 亞爾丹奴這個人很危險 那家很可疑 你只要見到他就會明白了 瑪莉 見到他 你見過亞爾丹奴大人了嗎 不 並沒有 這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事 就算 就算是別人也會擔心的吧 家族遇上危險的事 即使吵架關係變得深硬 血液裡流淌的羈絆也是不會消失的 從此以後他們就過了幸福快樂生活 是啊 是啊 這是理所當然的 一直來一起生活的兄弟 沒有一個人不重視這一點 少爺 啊米歇爾 要是還能憑他無事與你相見 我還有很多事想和你一起完成 周圍 技術也好 能力也 ba 這樣也不用花心思去研究 就算從前那樣 我們兩個一起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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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翻外篇完成了! 嗯! 讚! 雖然沒有完整的前級啦! 不過也OK了啦! 那麼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